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 科学技术发达了 一般大众受了科学影响 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怀疑 多疑 对什么都怀疑 这是科学的建设 对自己怀疑 这是根 根之根 对自己怀疑 对自己丧失信心 丧失什么信心 老祖宗教各位们 人心本善 我们对这个产生怀疑 怀疑人心不善 在我们中国故事后 孟子主张信善 寻子主张信我 他不承认信善 实际上两个都说的对 孟子讲的是本性 孟子讲的是习性 都没有讲错 本性 本性是善 但是要不好好地保持 就学坏了 所谓 所谓 尽竹者吃 尽慕者黑 那么今天社会是个大燃钢 是一个自私自利 贪嗔吃慢的大燃钢 在这个环境里头 你能不受影响吗 你能不受它干扰吗 这是不可能的 连圣行 都无法避免 大神大邪 人家功夫 神 定力神 他能够稳得住 能够不配 不配外面环境 干扰 一般没有这种定功 定力的人 往往 就都被他淘汰掉了 古时候人 中年晚年 变阶 可以再被 身在现在这个时代 中年晚年 变阶 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可以责怪 那就是能够抵得住 那就是能够抵得住 现在社会的诱惑 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到 诱惹的力量 诱惑的力量 超过千倍 超过千倍应该是可以 可以说的 古时候有干扰 那只是几倍而已 大概都不能遵守 那人都能遵守 道德 道德 论理 多明 因果 修于 做 不敢 做 不但没有我的行为 连我的念头 都很少 现在是从小就教你做 电视教你 网络在教你 家长老师 再好 也没办法防止 学生 半夜还没睡觉 还在电脑面前 家长唤醒 儿子很用功 你看现在 这么晚了 他还不睡 他在用功读书 设计上是 他在电脑里看色情 无法防范 这个都 他什么都是我 那么这些 又恰恰是 魔王波寻的道场 他的道场 广大了 他的信徒太多了 看电视的 看电脑的 都是他的信徒 我们跟他比 小五 见大五 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 什么时候 人能醒得过来 我们冷静就观察 好像没有指望 真的信心没有了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只有天知道了 只有上天来处理了 人是做不到的 佛也做不到 佛的心肠太软了 太慈悲了 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 只有天知道 会有点相优的